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我知道 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 康宫十九年 知府才艺中的一簇剑光 划开了这分岸五台的帷幕 妹妹 快醒过来 阿子 父亲气息奄奄 恐怕时日无多了 你要是再不去看她 会留下终身遗憾的 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 乌儿从不出嫁 父亲他 傻妹妹 这是约定好的日子 凭你我之力 能改变什么呢 我 我不甘心 快去大殿吧 我在那里等你 快 快 快 王妻请留步 大王身体不适 需静养 如今不见任何人 大胆 是谁的命令 竟敢阻我见父王 王妻请息怒 田侯 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 田侯这是要造反吗 田侯有令 还请王妻大人不要为难我等 我倒要看看 你们敢如何拦我 我倒要看看 你们敢如何拦我 我 还没活够呢 你不努力吧 你不努力吧 如果你是什么事 好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王 王上呼 王姬的佩剑刺在王上的身上 这不可能 我竟然杀了父亲 阿子 我 我做了什么 我该怎么办 阿子已经被田师带走 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 里面怎么那么乱 发生了什么事 是王姬大人 住口 不许叫我的名字 你手上捧着的 这也是父亲的东西 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 禅意 王姬大人 您可不能啊 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 王姬大人 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 王姬大人 王姬大人 妈 我 姬大人 阿子 我该怎么办 我杀的明明是吞噬活人的怪物 怎么会是父亲呢 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 我去找他说个明白 傻孩子 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作了弑君的罪人 你 快走吧 不 我让阿子和我一起离开这里 父亲要我嫁给田侯 我不会有事的 你就从这口鼎去往屋顶处 那里没有什么看守 应该能很快逃脱 要记住 活着 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 优优独播剧场—— 来人呐 射箭 屋顶上的逃犯 不管是谁 不准给我留活口 求求你放过他吧 我 跟你走 修相 活着离开这里 你们快走 千万不要回头 慢 慢 慢 春秋时期 齐国燕英曾预言 齐政足归田氏 但是齐国江氏国君不以为戒 沉溺酒色不理朝政 康公十八年 齐王姬即将背负士妇嫌疑 长公主淑江也沦为田河之志 淑江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 仓皇出逃中 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 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 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 广发通缉 令约格杀勿论 即将再逃 田河孔生辩术 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 世人愚钝 或不明旧理 或已归于田氏 即将投靠无门 山穷水晶 林姿城外的荆棘林 被视为不祥禁地 追兵轻易不敢善入 生怕惊扰鬼神 祸及己身 即将暂时得以喘息 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 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 我是齐国的济将 康公之女 齐国的王姬 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 难怪你能驱使识破 寻常人使之日 只能当辟邪的装士团 你说我的双剑 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 之后就一直待在身边 这古玉所致的神剑 你如果好好销炼 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 我再赠你一柄神器 这赤霄 乃是我当年射日的剑矢 所炼化而成 烈日破统 无坚不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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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以平天下 安百姓寻找天命之人 结束这乱世 这是你的使命 原来是摄日的后裔 承蒙青眼 交托大人 可是我不能 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 怎会是父亲 阿子也在他们手上 我 我要找出真相 我要回去救他 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 我在秦王宫 一夕见到了三位 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 才见过的人 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 他们一定知道什么 我要去找他们 问问线索 现在的你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 都太弱小 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 也好 拿上你的兵器 快去吧 离开这里之前 先去见一个人 他能注意事半功倍 多谢 告辞 我早已立下重视 再不住剑 你请回吧 我不是来求剑的 后意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 后意 你手里拿的莫非是赤箫 正是 方才后意所自 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 看不出来 后意为何对你轻言有加 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 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 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 也能助你提升能力 是 我记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